一提到13年4月1号 令众多网友想到的不是愚人节 更多的则是张国荣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 3月31号为纪念哥哥 继续宠爱十年音乐会在香港举行 不仅梁朝伟张学友莫文蔚等明星大派纷纷登台怀念 作为哥哥生前经纪人的陈淑芬 也到处藏在内心十年的话 一声巨响我的身体突然清了 就好像灵魂飘在空中一样 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说 这下我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此前张国荣生前致爱唐赫德先生 魄力参与哥哥公开的纪念活动 随后31号 当众人将目光投向舞台的时候 唐先生却一个人躲在人群中 不时暗暗落泪 在整个音乐会结束之际 唐赫德缅怀哥哥的一段文字 更是出现在大屏幕上 让人感叹十年生死两茫茫 优苦以罗伯报整理报道 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 汉别十载荣光依旧 敬请关注 优苦全娱乐四一特别节目 共同怀念一代巨星张国荣 你是真正目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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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